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美男疫情追踪报导 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白宫接连发布了要撤销留学生上网课就必须离境的命令 而另外一方面还取消了对港的优惠 那种种的宣言都把矛头指向了进来中美关系的恶化 那今天本期节目就要来对此进行探讨 那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与会的嘉宾 首先是我们华府资深律师黄瑞黎 大家好 那再来是我们休斯顿地区资深律师陈文 大家好 好的,那感谢两位律师的参与 那目前最先我想要请问的是 作为在华府第一线的黄律师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进来白宫的一些 针对疫情啊,留学生啊,中美关系等等的最新消息呢 好,现在我们先讲 第一个当然就是最近这个几个就在今天 还是昨天比较劲爆的这个新闻嘛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这个刚刚主持人有提到了 这个国际学生的这个限制的取消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呢 签署了这个香港自治法 那么刚刚今天呢 这个国务前蓬佩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 他宣布了说要针对这个中国科技大厂 就是华为进行制裁 那么这个有关这个疫情呢 最劲爆的可能就是说 刚刚这个我们那个奥克拉厚马的州长啊 自己自报说他也确诊了这个新冠肺炎 那么种种迹象呢 当然就是这个华府还是很热闹 另外一个也是让大家这个摸不着头绪的 就是这个白宫好像有一点内斗的这种迹象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川普的这个贸易顾问 纳瓦罗呢 竟然在这个美国的大报 USA Today里面 发表他的这个个人攻击 这个我们的公卫专家 大家认为最权威的公卫专家 就是包击 那么这个到底白宫内部是怎么样的一个 为什么会自己攻击自己人 这个恐怕是未来几天 在这个疫情发展的时候 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大概我就先讲一下 现在这几个重要的这个发展 好的那谢谢黄律师 那就如黄律师刚刚所说的 有学生的议题呢 是这阵子这几个礼拜以来非常热议的 因为许多高教啊 他们也都非常担心 如果失去国际学生这个裁员的话 他们会对他们的营运造成困难 所以呢 许多高教像是哈佛MIT 他们就联署了一个诉讼 然后去控告川普的这项禁止 禁止留学生上网课 就必须离境的这项反案 那我们先从留学生这个问题来开始讨论好了 那竟然留学生这个消息 就是朝令夕改 让许多留学生都非常的无奈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所有的移民法规或是非移民法规 可谓说是起伏不断 特别是针对中国留学生之前还颁布了 如果是从军校来的话 有可能会被遣返的这种命令吗 那请问陈文律师 您认为这样对于移民与非移民的政策的这样的改动 背后所隐含的政治意涵 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 然后也想要请问您作为律师专业 最近有没有处理过类似这方面的案例呢 好的 这个川普最近也频繁出台了不少和 合法移民有关的一些政策 当然了这个前提下 前提是在COVID-19这种流行的情况下 我感觉川普其实是借这个疫情之名 然后行白人之上之实 也就是说川普这些所有的这个 频繁的这个移民方面的动作 都是来执行他自己的一个主张 一个理念 也就是白人之上 说白了就是说 他不欢迎移民 不管是合法的移民也好 还是非法的移民也好 我记得川普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美国就像一个hotel 已经满源了 我们不需要其他人了 也就是说这句话也就意味着 他不仅仅是反对非法移民 而且合法移民 他也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人进到美国来 川普的这个整个思想 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所以从他当选以后一直到现在 你看他的这些移民政策 大家就串联起来看 总体来讲 就是要把这些移民控制住 或者是说在美国境内 能够赶走的赶走 那当然了在境外的 或者是非法入境的了 就更不欢迎了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方面 当然了 这个白人之上 这个理念和信念 他这种理念和信念 还有一个比较 现实和深层的这个意思 就是来迎合川普的基本盘 大家知道川普基本盘 是一批这个受过教育比较低 或者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白人 这些人呢 因为最近几十年生活没有改善 所以对外来移民呢 有一种仇视心态 那川普的这种做法 或他的这种主张 白人之上 或者是民粹主义 他说过我就是一个国家主义 或者是民粹主义者 那他这种这个倡导理念 正好迎合了这一批 基本盘的这个人的思想 所以呢 川普的现在 川普现在这些种种 借这个COVID-19之名 来行这个白人之上 支持的这些做法呢 总体来讲 还是为了他的这个连任 这些这些做法呢 有一定的这个 有非常大的政治动机 和政治目的在后面 嗯 了解 那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陈律师 您也有经手一些 关于移民非移民 等等的申请案件 那请问您最近 有没有遇到就是 因为这样子政策不定之下呢 来向您求助的一些客户呢 现在大家都比较紧张 自己的身份 特别是这个限制 这几个移民限制令 出台以后 很多人的身份 可能在美国 特别是在美国的身份 已经到期了 呃 今天还有一个学生 给我来咨询 他说他的这个 F1 OBT 马上要结束了 看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留下来 呃 呃 呃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有不少处理方法 比方说 呃 可以先申请一个 呃 临时的 呃 B1 B2旅游签证 呃 在美国先暂时待下来 因为现在机票也比较紧张 就是说你想回去 还不一定能按照你想的那个时间 能回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有大家小心不要触犯一条法律规定 有一条法律规定就是说 如果人在美国非法滞留 超过180天以上的话 三年之内不能入美国国境 如果超过一年以上 十年之内不能进入美国 所以呢 大家要小心 不要违犯了这条法律规定 但同时呢 移民局在前几个月 对于就是这种呃 超期申请了这个 转换身份或者延长身份的这种申请呢 呃 网开一面 这个呢 倒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 呃 呃 就说如果 你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过期了时间不是太长 那这个时候呢 你想转换成其他身份 或者再申请延长 移民局呢 还是可以接受这种呃 申请的 这是前几个月移民局是这么做的 那接下来移民局是不是还会这么做 那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它这个规定都是临时性的 针对COVID-19这种疫情情况下 呃 来执行的这么一个 一个短暂的这个这个方法 同时呢 还有不少人在考虑 要不然一劳永逸 我就申请绿卡吧 对于学生来说 特别是对于这个 学历比较高的学生 比方说有master或者PhD 学历以上的这个学生来说 他们可以考虑申请特顺财 或者是国家利益豁免 这个种类的绿卡 这两种呢 就是要求 呃 当然了就是 呃 以这个学者为基础 要求有文章 有审稿 有媒体报道 或者是有在某些项目当中 起到了呃 中央作用这些呃 呃 自制吧 这些自制要有 这样的话呢 可以考虑来申请 来申请EB1A 呃 特殊人才 以及NIW 国家利益豁免 就是说 学生在念书的时候 其实这两种申请是可以做的 有的人有一种误解 呃 认为就是说 我F1身份不允许有移民倾向 那我在读书期间 还是F1身份期间 可不可以申请这个特殊人才 或者是国家利益豁免 其实是可以申请的 呃 这个移民倾向 当然是签证到 是第二步递交的时候 才真正有了移民倾向 呃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思路 如果大家 比方说有亲属或配偶 是别的身份 你可以考虑 利用配偶的身份 来把自己的身份去延长 比方说他是H1 你可以申请H4 或者他他也是F1 你再 如果依服于他 呃 来申请一个 这个F1的这个配偶的这个身份 呃 有种种办法 还是可以就是说考虑 如果身份到期了 呃 转换 或者是延长 要么就是申请绿卡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一点 是就是说 尽管是说 现在移民局对于 呃 就是超期了 你再递交转换身份 或者是延长身份 也接受 但是还是尽量 不要让自己 呃 到了这个境地 还最好是及时 就是在到期之前 及时想办法 该延长的延长 该转换的转换 呃 去采取一些措施 让自己的这个身份呢 还是连续下来 嗯 是的 那就像刚刚陈律师 跟我们提到 其实如果 你的身份 目前有即将预期的状况 其实可以透过 像是旅游签啊 或是其实一些在学学生 马上就可以透过 呃 特殊人才 NIW去申请绿卡 其实不用等到 毕业之后才处理 就像是 其实还是有很多方法 就可以帮助您 继续留在美国的 所以详细的话 可能还是要咨询一下律师 或许可能咨询律师之后 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可能性 也说不定 那除了刚刚陈律师 跟我们分享的 刚刚签证上面 可以转还的一些办法之外呢 我们目前 呃 昨天所废除的这项 呃 留学生必须上 如果上网课 就必须离境的这项 呃 规定呢 被废除之后 也是让许多留学生 就是可以暂时松一口气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知道 另一项令人很注目的 就是川普昨日 签署了香港自治法 以及还名言说 要取消对港的一些优惠 那对这样的状况呢 对于我们的国际情势 对于美国自己国内的状况 还有年底的选情 可能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请黄律师 来为我们分析一下吗 好 首先哦 我对于刚刚这个 一些出台的这个移民 呃 这个不管是行政命令也好 或是什么法律也好的变化 呃 它所隐含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政治含义 呃 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 呃 以最近几年来 呃 这个发展来讲 不管是移民啊 或是贸易啊 呃 一个就是说 呃 发现 其确有学生 或是移民费移民 哦 有来确取美国科技 或是商业机密的案例 层出不全 这个是多有案子可循 而且都提告 而且被判刑 表示证据确凿 哦 所以说在呃 大家在社区也都有听到这种声音 就是说很多呃 这个移民呢 事实上是滥用了美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共啊补贴的这种制度 那么甚至于在很多社区里面 导致这个其他族裔人的这个 呃 环感 所以说呢 我在观察呢 事实上呢 这不只是不应该解读是 呃 川普一个人的思维 哦 而是很多最近很多立法的 或是国会的动作啊 哦 事实上很多在这个问题上是 两党一致 甚至于说一票都不考 所以说呢 我的看法是说 这个是美国哦 比较有一致性的一种 背后的这种看法存在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跟观点 那么第二个就是提到这个 所谓的这个香港这些问题哦 比如说 昨天这个川普总统呢 最后还是在这个香港自治法 他还是签了哦 他等了好多天 那么这个法呢 当然呢 你这个法本来所可能的影响的东西呢 当然就是你可以解读 这个行政单位可以把它解读 这是一个建议性的可以哦 你要真正去做 那么可能就是采取这个行政命令 所以说那第一时间 他就用一个行政命令 就是说要这个取消这个香港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优惠代益 好那么这个首先比较冲击的影响就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香港的这个优惠 特殊代益 中国大陆的地区呢 区别开了 也就是说可能在审核这个科技的出口的时候 给香港有比较优惠的这个审核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是跟这个在贸易上呢 在这个整个制度上的开放线 这个所谓的特明度 都是跟西方比较接近 所以说呢 在这个出口的时候的审核呢 可能就比较松一点 跟中国大陆就是严格一点 好 那么现在呢 假如说我们把它取消了这个特殊代益 那么第一个解读就是说好 那大家对以后对出口 尤其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那么就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严格审查 就所以说这个比较 我个人判断比较直接的影响 可能就是说未来 尤其现在是这个川普政委你讲的 他可能针对这个香港的这个科技产品的出口啊 出口到香港呢 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很多手跟这个重要的民生科技的技术 这个出口呢 以后一定是从严審查 因为他跟中国大陆变成是同一种待遇了 至于说其他会不会在这个美元跟港币这边 会不会偷锅呢 或是说这个金融的这个市场 会不会导入这个马上的见到的大混乱 这个恐怕是要有待观察 因为呢这个有时候一出手是两面刀 所以说呢有时候也会砍到自己 所以说在这一方面呢 可能是要再进一步观察 看因为这个也牵扯到华尔街 华尔街的反应是什么 这是息息相关 那么这个是在我个人对这个香港自治法上的一个看法 是的 那就像黄律师说的 就是这样的法规呢 对于未来长远来看 对美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还是未知 可能需要由经济学家来评估一下 我们才可以知道 那可以请陈律师也分享一下 对于目前这种香港自治法背后的一些意义 还有可能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想补充一点是 因为香港是金融中心 所以呢 取消香港的种种特惠的这个政策的话 会直接影响到香港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 具体来讲就是因为有很多外资的银行也在香港 包括这个美国的银行 他们的分支机构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影响的可能就像黄律师刚才讲 影响可能是两面的 不仅仅是香港本地的这个金融业或者是经济 那将来有可能牵扯到这个美国的金融业 或者是投资银行投行的一些业务在香港 这个是有影响的 那我想讲就是说这个 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啊 从现在看一直到大选之前呢 都不会是一个向好的这个方向发展 有几个这个 有几个现象吧 第一就是川普已经公开讲 他在近期内不会和中国的领导人再去 试人见面 那中国那边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这是就是说双方从最高层已经断了联系了 那接下来讲呢 就是这个 现在香港这个问题 这个美国呢 在打香港牌 同时呢 这个蓬佩奥又把这个南海的问题 就这两天又提出来了 提出来几年前 这个南海的一个仲裁案 这个情况下呢 就是看这个川普政府呢 现在我的感觉 在他选情 暗淡的这种情况下 就是在调别的话题 吸引转移大家的这个注意力 因为从这个民调上看 大家关注的这个 特别是民众关注的话题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COVID-19 也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对美国的影响 大家知道这个佛罗里达 现在每天大概好几万 然后这个 Texas也已经上升到全美的 前四名的这个状态 所以呢 其实现在新冠疫情 实际情况上来看 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川普政府呢 现在你看川普政府所作所为 并没有把这个新冠疫情 当成他的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工作来做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前一段时间 这个佛罗里达那个事件 导致了种族矛盾 现在特别突出 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个川普的态度呢 也是 站在警察一边 当然我不是说站在警察一边 是完全是错的 可是呢 他是忽略了这个种族的问题 种族的矛盾 这个矛盾始终是存在的 但是他就是 避而不见 避而不谈 我觉得就是说 避开了这个 这个解决矛盾的这种 可能性 就在他这个任上 如果他还是 现在就是说 还是总统这种情况下 他并没有提出来 就是说 比较有利的措施 大刀破斧改革的措施 来去解决这种冲突 现在呢 这是大家比较担忧的 这么一个社会问题 那 还有一个就是经济问题了 大家因为 都看到 因为COVID-19 很多人就是不能上班 很多小孩子 这个不能上学 因为大家长担心会感染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影响了 大家就是复工 尽管川普政府最近 一再就是 包括这个F1签证 包括这个 他的目的 也是为了让学校 重新开学 这样的话呢 会解放一大批家长 去有时间来去工作 也是总体的目的是 为了拉动经济 但是这种强制性的措施呢 其实起到作用的 这样的话呢 只能引起大家的反弹 比方说这个 这个哈佛大学 和MIT这种上述什么的 这并不现实 就是川普现在 我都觉得 我看不懂他了 作为一个正常人 说真的 作为一个就是说 一个正常人 你能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 你首先 要把疫情控制住 或者适当控制住 你才能再去谈经济 这个疫情放手不管 就像我们德州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你开放这么早 到最后 我们成了这个 很严重的州了 现在每天 是上万的人在感染 这个样的话 就是说 说他是短视呢 还是没有远见呢 现在都不好谈 我觉得这是 看不懂川普本人 以及在他背后的 一些共和党的 这个大佬们 对于川普现在这种 就怎么讲的 就是非理性的 一些实证方法 就像这个F1 签证这个限制令 其实呢 我觉得 现在他决定撤回了 相当于打了自己的脸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川普下面的 这些执法部门 为了取悦他 为了配合他的再选 当选 就是说那个 那个连任 就出台这么一系列 打击移民的政策 为了取悦他的基本盘 但是最后怎么样呢 引起了反弹 自己又撤回这个法案 这样的话呢 其实反而让人觉得 他在招令戏盖 特别是像 哈普大学 在起诉书上说的 你这种做法 是非常鲁莽的 你根本就没有去 去调查 去这个咨询 看看这个情况 是不是你的法令 是不是有可行性 就去颁布这么一个命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我觉得川普现在 就是有点 怎么讲呢 就是抓不住重点 当然了 他这个做法也是因为 我感觉可能也是不得已 为什么 因为现在 因为现在就是说 他的选情呢 从各个州来看 不是太好 包括佛罗里达 好像前两天 我看一个民调 就是佛罗里达的 他的这个民调 已经低于拜 就要叫拜登 但是呢 我们这个 Texas Texas可能是接近 或者是接近这个状态 就说这几个红州 都已经 快变成蓝州了 这情况下 就是川普呢 还是下了很大的力气 想 这个加大力度 来去刺激他的 这个基本盘 来去 刺激基本盘的 这个热情 来去让大家 就是引起大家的共鸣 掀起大家 对这个移民 不管是合法移民也好 非法移民的 这种反感 继续来 来去 来去 挑动大家的情绪 来去支持他 他现在是这么做的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谈 就是说 中美之间 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在大选之前呢 中美之间的 这个关系呢 不会太好 因为很显然 川普已经没有 什么可表控的地方了 我们 中美关系 其实是他在外交 政策方面的一个方面吧 就是说 当然不是全部 就是我们看 川普上台以来 他的外交政策是怎么样的 看现在他和伊朗的关系 看他和这个朝鲜的关系 再看他和俄罗斯的关系 这个伊朗是封锁了 经济上是封锁了 但是从军事上来讲 并没有说达到 美国原来要求伊朗 说做的这个 销售核武器啊 这些东西 朝鲜也是如此 在谈这个俄罗斯 最近俄罗斯又出现这个 Bounty的这么一个丑闻 就是说这个 俄罗斯在给塔利班 付钱 在让他们去 去刺杀美军 本来这个川普一直在 给大家讲说 他和这个普京的关系很好 和这个金正恩的关系很好 等等等等 他在这么讲 其实是他想 在他任上 他能缓和对这几个 主要的 以他的这个 这个观念来看 就是主要的这个威胁的国家 这种关系 实际上呢 没有一个取得显著的成绩 或者是说 没有一个达到他预期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他现在就是 拿着和中国的关系来说事 我觉得呢 就是 他已经是反散可承 对于川普的政绩 我的个人感觉 已经反散可承 没有什么可以向大家炫耀的 所以呢 他只在拿着外交这种 这种新闻 来去不断地吸引大家的眼球 但是呢 从这个民调上来看 大家对于外交的关注 其实是蛮低的 就是说 很多美国人 其实不关注 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些关系 因为美国人就是觉得 我不需要其他国家 很多美国人有这种心态 所以他们对外交的关注 其实是非常低的 但是反而 川普想拿这个呢 来去作为噱头 不断地制造新的热点 不断地让大家 去觉得这个川普 他的执政是有效的 他的执政是非常 这个能说服人心的 我觉得这个情况 就是说 在他当选之前 就是在11月大选之前 不会改变 当然如果是 那个谁 拜登将来上台以后 可能有所缓和 就中美关系应该有所缓和 就如陈律师刚刚所说的 我们可以看到 年底的大选 可以说是决定 美国未来和国际关系的一场 很关键的选举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向来是共和党大本营的德州 这几个月来呢 因为就是防疫失利 让川普的民调走下坡 那拜登团队他也在昨日宣布 要在德州大幅打广告 就是显示出了德州 可能是今年的摇摆州之一 那黄律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近来一些民调的数据 好 最近当然这比较 做到注目的一个民调 也就是这个在底边的一个大洲 就是Pensovania 宾州做了一个民调 当然这个民调做出来的结果 可能也是大家 也没有跌破眼镜 那么就是说 拜登大概是53个百分点 川普是40个百分点 大概就是说 差距是13个百分点 在最近来讲 这个并没有说 导致大家有这种惊奇感 那么 反倒是就是说 这个民调 它是做得非常详细 非常的细节 每个郡 每个地方 每个各个党派 都做了这个民调 但是我们现在 大概就是说 你支持谁 这样来分的话 现在是差个13个百分点 当然这个是 这一个大学 叫MOMAS 这个大学做的 那么这是最近 比较大家有数的民调 最近 那么 跟这个大贤比较相关 大家也是比较 关注的 前几上个礼拜 最高法院不是看下来 有关这个 川普的 这个个人知调 各自的问题 尤其是 大家是想看看 它的税表 是吧 这个是不只是 这个政客想看 我们一般民众也想要求一下 那么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是说 这个纽约州啊 它是可以调跃 可以调跃他的这个税表 那么川普呢 今天也讲了 他会抗告到底 那么大家现在要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税表 假如说是能够在 在这个大选之前 公布出来 那可能就是 一个震撼的一个事情 但是 会不会在大选之前发生呢 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上 一直烫到下来 可能真正要调跃到他的时候 已经大选已经过了 那么再下来就是说 这个 以前的这个 上一次 这个Hillary接受 访问的时候 他还是说 我们要议访一下 可能 到了这个大选的结果啊 会不会这个川普 出了一种好夥 就是说 他可能没有当选 但是他又不走 因为他会说 这个通信投票呢 是无效的 所以说这个选举呢 可能是无效 他这个 这个讲法 我认为可能发生的 可能性大概不高了 不过他 以他的这个 前 第一夫人的这个身份 他竟然这样子 接受访问 好 最后 就是说 我们的拜登的副手 也是大家观望的角度 现在唯一 我认为 各方的说法 唯一可以确定的 就是他副手 会是一个女性 至于说 这个女性 是不是是一个非洲医的女性呢 这一点可能还没有确定 但是我认为 可以确定的就是 未来科 是一位女性的这个 副手 那么这个副手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真正认案 但是呢 他会在 他林主长说 会在8月1号之前公布 那这个是我现在 对整个选情中 连掉的一个简单的分析 谢谢 好的 那谢谢黄律师 那其实刚刚听黄律师讲 我们也听到一个重点 就是在目前网络啊 资讯非常发达的年代 你掌握了资讯 掌握了网络媒体和流量 可能就可以主导 话语权的走向 进而可能对选情 造成一些影响嘛 那我们之前就访问过 社顿专家 他也提到川普那时候 在2016年选战时 就透过推特 把自己的证件啊 理念就是可以及时传达 可以说是网络发达之后 或许传统媒体 也开始逐渐示威了 但是就是随着网络发达 伴随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像是假新闻 数据和资安等等的疑虑嘛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美国政府最近就是因为 自然以云正在考虑 要封杀一些 从中国来的社交媒体 还特别点名了 像是抖音 然后还有甚至传出 可能连微信 都要被封杀的这种消息 不确定是不是真的 那节目最后 可不可以请陈律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自己的观点 您认为目前在美国 受到华人使用 欢迎的这种微信 是不是真的 有被封杀的这种可能呢 首先呢 因为前一段时间 印度和中国的这个 军事上的 问题啊 据说是印度已经封杀了 包括微信在内的 很多中国的这种APP 那这个前两天呢 特别是这两天 看到 川普政府里边 有人在谈这个问题 是不是把中国的这一些 APP也封杀掉 我觉得呢 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从华人这个社区来讲 大家非常反对 因为毕竟微信呢 联络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是这个 比较早的这么一个APP 所以它的这个受众呢 就是非常广泛 那不光是一些华人 包括一些外国人 可能也在用微信和 美国的华人呀 或其他的国家当中的华人 在联系 所以呢 如果是一旦 这个微信呢 被禁了以后的话 对大家的影响 对大家的这个 不光是生活 甚至于生意上的影响 都是蛮大的 我知道很多人 在微信上 可能传达一些 和自己的这个 生意业务上 有关的一些文件啊 或者是沟通联络呀 包括我们 我的一些客户 不少人还是非常喜欢 在微信上来留言啊 或者是传文件啊 什么的 所以呢 对我们大家的影响 是蛮大的 当然了 我也看到了 从昨天开始 有人已经在白宫 发起了这个请愿 据说是 就是希望白宫 还是能慎重考虑 不要把这个 这个APP给禁止掉 那 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就是说这个 使用微信啊 对美国政府 美国的国家安全 以及其他方面的 重大的影响 所以呢 也希望白宫呢 能够对于这个 决定的慎重考虑 就像前两天公布的 这个限制F1 M1学生签证一样 你要下达一个命令的话 要考虑一下 这个影响 公众的这个反应 然后再去下达这个命令 不要 前后 矛盾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就希望 也希望哈 在川普政府当中 能够有话语权的 这个 这一些华人 能够向川普政府 禁言 就是说慎重考虑 关于这个微信的 这个情况 因为影响的 不仅仅是 某几个人的 这个生活 可能会影响很多人的 这个 在美国的生活 是的 就如大家所说的 就是微信 也是我们大家 平常每天都会 用到的一种 社交软件嘛 那好的 那今天非常感谢 陈律师与黄律师 为我们带来 精彩的分享 那今天我们 本期的节目 对 针对最近 撤销的留学生 上网课的这种方案 还有汇港的一些命令 进行的探讨 那如果想收看 本节目的重播 可以上我们的 YouTube频道 STV15.3收看 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我们下期节目见 再见